小时候最想要得到的生日礼物是什么 像跑车吧 小时候最开始想跑车之情 对对对 从小喜欢开车 那后来有实现这个 没有 现在还没有 现在自己给自己买 小时候最希望成为哪个超级英雄 还是买华人 超人嘛 超人 对对对 超人可以飞哟 你希望得到他的技能还是 就是可以飞的能力 我就可以飞的能力就可以了 可以飞着 对对对 我不喜欢他的装备 他装备有点儿土 有点儿土 超人听到我哭了 没关系 那回想十年前 17岁的时候记忆最深的是 那时候应该还在打篮球 记忆最深的应该还是想要为篮球梦想而奋斗 足够给你一个机会 替你知道未来的任命这件事情 最想知道什么 什么都不想知道 什么都不想知道 对 未知是最好的 对我觉得知道了还有啥意思 就像你要去看的很好看的 你想看着电影 那我告诉你结局了 那你不得打我 会啊 对啊 所以我不想知道 你看电影的时候 别人剧透给你了 你会打我吗 我会不轻啊 辅助而辅助 对对对 想算一下自己十年后 三十七岁的样子 结婚生子吧应该 这么传统 差不多 三十七啊 对对 三十是另一件事情 三十七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是 但是不代表我不会自己做音乐 我还可以做音乐员的 嗯 会是个潮吧 应该挺潮吧 应该挺潮 对 今天收到的第一份生日祝福 哪些是 还没收到呢 还没收到呢 我不会今天晚上十二点等着 就等信息了 我记得爆炸 对 因为现在还没到我生日 今天才十一月五号 下午六点 六个小时 其实你的微博 其实微博上你有非常多的生日 哦 对对 那是 那那个实在是 我记不下来是谁 看不出 看不到那么多的 那往年手速最快的是谁 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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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都差不多 好吧 那最后跟粉丝说几句话 就谢谢大家这么 就陪伴我很多年了 然后就是 我希望今天这个 呃 就是来现场的朋友们 能够能够真的就是 呃 体验到一场这个 呃 非常棒的 就是 生日演唱会的感觉吧 对 然后希望 呃 没有来现场的朋友们 也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 也可以看直播啊 然后也可以就是 下次啊 是为了再来体验呢 对啊 谢谢大家来祝我这个生日快乐 啊 特别感谢 我希望给大家一个 特别炸烈的舞台吧